乌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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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因为这不仅是乌丁和俄罗斯之间的战争 更是捍卫自由与民主价值的关键时刻 现场也有许多俄国人和公民团体参与 向普廷喊话 表明切勿以俄罗斯人民的名义开战 乌克兰立抗邻国强权 集会现场许多乌克兰人也都明白台湾的处境 深切希望台湾和乌克兰共同加油 台湾是在同样的状态和乌克兰现在的状态 和俄罗斯的支持领域和俄罗斯的支持领域 这也显示了一个反应的状态 在台湾的状态上是决定的状态 法国政府面对乌克兰战争 总统马克宏日前已正式宣布 对俄罗斯和白俄罗斯祭出一系列经济制裁 并给予乌克兰军事以及预算援助